就快要放寒假了 有很多弱势或者是偏乡的学童 因为学校放假 午餐也会跟着没着落 而屏东县政府今天指出 只要是上课辅课的学生 都会有供应午餐 至于无法去上课 或者是在偏远乡镇的学童 则会跟自住餐店合作公餐 另外呢 高雄市也会跟偏乡的小吃店合作 只要签名就由市政府买单 三菜一趟营养午餐 有菜肉蛋营养均衡 小学生们吃得津津有味 轻狂餐盒 只是再过不到三个星期 学校就要放寒假 许多家庭弱势学童 恐怕少了午餐可吃 会请营养师挑选我们学校附近 比较办得比较好的一个自住餐店 我们跟他合作 然后就让孩子去那边用餐 学校提前调查列出名单 要让孩子们不会挨饿 屏东县从99年起 针对在家没有午餐的弱势学童 设有公餐计划 教室学校办客服 就会有午餐可吃 至于没有参加客服的学生 或是偏远乡镇 就和学区内的自住餐 小吃店合作 供应50元的午餐 统计大概有7000多位小朋友 因为这样一个方案 得到一个午餐的安顿 因为我觉得至少 让他一餐是很温饱的 让他成长跟学习跟温暖 没有因为这样而假期而停下来 除了屏通县 高雄市更早在98年寒假期 开办餐食兑换卷 透过社工审核评估 让若是而少兑换餐食 至于没有操商 连锁便当店的拼远乡镇 则与当地小吃店合作 我们是跟当地的小吃部 有做一个合作 小吃部也热于跟我们 做这样一个合作 如果我们有发现 有个案有需要的话 孩子他只要到小吃部里面 去用餐 然后做一个签名的动作 那这些账就都有 是我市府来负担 对于新北市率先推出幸福保卫战 为学童提供疾难 疾恶救助 高雄市社会局明确表示 不会考虑跟进 而屏东县教育处更担忧 一旦实施必定排挤教育资源 同时让家庭功能丧失 因此表示需要更审慎评估 基教理学员孟张全 南部综合报导